黃金戰士大巡遊 人民力量約定你 今個星期六日黃金時間 穿起人民力量的黃金戰衣 和我們一齊強勢右邊港島新界 8月12號星期日下午2點 黃金沙田大巡遊 大圍港鐵站出口集合 和萬必陳志全、袁利明 齊齊搭港鐵,進軍沙田新城市廣場 志勇相傳,守護香港 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 我是JD賈曉辰 郭博士,搭客文 外博,外博 網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Joe 我們最感言的郭博士今晚又見過 看看今晚又有什麼新資料 想和我們爆一爆呢 現在的新政府 好像一個新官上台 有人插一個 那怎麼搞呢 郭博士 開始有一個問題給大家 試試回答 我們走色財氣 很多次都是講 那些 回答那個錢的問題 但那個很深奧 待會就講少許技巧 又有一個關於兩級半的 程式的問題 看看大家的思路是怎樣 如果這些問題都搞不到 譬如說 有些人現在講政治問題 講成就在表面 看別人的行為 去評論別人的政治 有些政治人物 如果懂得包裝 懂得好動作 就會被騙到 你最簡單 譬如說 我生活上 這麼簡單的 走色財氣問題 你都想不通 今晚給大家一個題目 你都答錯了 那你們 下一課 我就會開一個謎底 是楊貴妃的問題 楊貴妃? 當年楊貴妃 十四五歲 已經和隔離村的男子 搞上了 但他哥哥就不知道 他哥哥做官 那哥哥後來 皇帝就徵求妃殯 他哥哥就推薦我妹 希望得重 他跟皇帝說 好啊 你妹妹是我妹妹 代字歸宗 又漂亮 又男朋友 什麼都沒有 肉結冰青 他選到了入宮 入宮大劑 楊貴妃說這次死了 因為他自己知道 不是處子之身 他跟隔離村的男子 搞了三年 為什麼過關呢 這次真是大件事 唯有 經常都推過皇帝 越經歷越經歷 皇帝又假認了 唐明王 你有沒有搞錯 每一個月 一個月經歷了二十七天 只是搞笑而已 又說頭暈又說生氣 但他真的知道 因為皇帝是知道的 有經驗 皇花少女一定知道的 是嗎 是嗎 那是搞爆頭 大家網友可以想想想 楊貴妃 如何過關 讓皇帝相信他 是處子之身 還未經過男人 有路 這個也挺深惡的 大家都可以慢慢想 各位慢慢想想 有什麼答案 好了 又要說回錢 我上次出了一些錢的問題 現在都沒有人答到 因為那些太深了 如果你答到就不得了 答到真的 不應該經常在網上 不應該在箱子後面的人 你會很忙 另外一個層次的人 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人 但你只是說 那你吹水 那我不說 我第一個說另一個 那是什麼 現在都用得到的 但你可以考慮用得到的 我們以前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初 七十年代 七二七三年 舉例 現在一輛BANG 買一輛BANG 普通的最便宜都要 八九十萬 七八十萬 二三零D 二三零C 二零C 七八十萬 如果做車會 就做到五六十萬 譬如我去年買一輛BANG 做了車會五六十萬 好了 如果在燕桑公司 Totalloise 做了一輛BANG 炒了很嚴重 那燕桑公司就賠了錢 將一輛爛鐵一輛車 拿回去 但它都要買出來 我們在七十年代初 我們買了一輛Totalloise 車回來 那時候的車價 我買了一輛BANG 是十幾萬 也不便宜的 當年十幾萬 做車會就做到十二三萬 我們買了一輛BANG 一輛BANG 只要一輛車 等於現在買一輛BANG Totalloise 最多五六萬 買一輛藍鐵 有排譜給你的 譬如你今天買一輛Totalloise BANG 五萬買了 再找個老友車行 做三十萬分期 一定能做到 一定能做到 一輛BANG 一輛車的BANG 做三十萬分期 一定能做到給你的 除了五萬本 也有二十五萬 扎袋 分期還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怎樣撒尾呢 第一 朋友跟你做一輛車會 你不要騙他 我們當年都沒有騙一些 車行老闆 喂 我的車是Totalloise 我買回來 你給我做八萬元車會 我是拿去做的 我做完 我賣了十幾萬 給你做一輛車會 熟了排譜 再做過 你就賺多次錢 車行 現在也可以 譬如你五萬元買 炒了的Totalloise 車回來 你做完它 你賣了四十幾 但你不容易做得到 第一 你朋友信你賣了 第二 你要有那個班底 可以把整輛車 整輛變成A字的車 還回來 去做出來 那已經要很高技術了 當然 但我們當時可以做到這樣 是說我不用錢做生意 等於現在Totalise車 買了五萬元 我不用給錢出來 立刻拿去收牌保 做分期 收回三十 待著二十幾萬 再賣尾 但這個是不容易的 這個當然是你那個人的功夫 但我們七十年代初 已經用這個方法 在那些保險公司 就可以做到的 有一種 我們炒樓更加厲害了 因為交吉樓和不交吉樓 相差很遠的價錢 譬如說不交吉就一百萬 交吉就起碼一百八十萬 那你一百萬買回來 賣合同 再賣出去交吉 但你要跟銀行說 你說我搞交吉的 要不然你變成行變 但我合同寫明 我買交吉 我買回去不交吉 你要想辦法 令到租客搬出去 你就再買 但那會很深奧 我們講一個例子 我試過一個單位 現在我見過那些人收樓收成 是很差的 經常都是 不是用一些正當手段 很多都 我有一宗樓在摩地道 不是在西摩道 所有人都搬了 搬了一個教書的太太 六十幾歲左右 他住了十幾二十幾年 西摩道的舊樓千多呎 1980年代初 我買了給一個朋友 我為一個手去跟那個婆婆 那個先生 我們找人 他一個因沒有嫁人 他就約我 下個星期找人跟我說 就是說那個搬簽條件 我就約了他 他就打算一個因去 下面我的朋友 他們說 你不要啊 不知道人家是甚麼人 我們就跟你們去吧 當作說數 我說不用了 我這個因可以 但他們也不是 因為有兩個人陪著我去 一去到 對方叫了他阿姨出來 整個七十歲 我們可以走了 輸著 我不用說 輸著 不用說 那我把婆婆出來 那我就任他要多少 我給你保簽費 逢你找地方 他幫我忙 那就處理了 好了 我下面的人就說 喂 不用賠那麼多 我們找人在這裡開壇 在這裡搞神打上身 自己砍自己 都嚇到他走了 我說 我不做這些事情 他在這裡住了二十幾年 今時今日 他幾百元租 他臨到收我十萬八萬 我就賺大錢 他就收我十萬八萬 幫錢費 給得開心就算了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不需要賺到盡 好像大地產商 你收樓 你也賺大錢 你多給兩元錢 沒有所謂 所以當年我下面的人 你不用了 你說給八萬元 我不用 我三萬元 把錢包你搬走 這些就叫取資有道 但現在社會最流行的 就是賺到盡 好了 另外 就有個朋友 就問說 小甜甜的問題 小甜甜 就是小堂堂小姐 她的故事很長 我就先講一部份 可以做連續劇 我先講一部份 你給我講一部份 當年在市場上 有人來找過我 他說 喂 有件事 說是贏的 如果有 在某個地方 有宗公司 如果加錢 三百萬一份 如果贏到回來 起碼有人十個開 十幾個開都不知道 有一個盤 放了出來 打一宗官司 有一宗遺產官司 有人來找我 我說好 但是這樣 做還做 這宗官司 就由我 handle 即是怎樣打法 我去怎樣 請什麼律師打 就由我負責 對方後來不肯 因為對方都很認識的人 為什麼我要handle 因為在這個行業上 不公開的不成文規例 如果我接到一宗生意去打官司 我在律師樓上來說 有自己的內部優惠價 即是說有些台底錢收回 即是說我 我只是收回你 不贏公司 我只收回你回購的台底費 我都不用輸那三百萬 即是我在贏 但後來對方都想到 所以我就沒有參與了 如果這宗公司不是我handle 我就不參與 但他們走了 如果我handle 這宗公司不是這樣打法的 那你怎樣打呢 這個比較深奧 那個不是這樣搞法的 所以他們後期都輸了 好了 說回之前的故事 這個小糖果小姐的先生 他第一次的綁票 是台灣做的 大家看報紙也看到 但台灣做當年 是代表策劃那幫人 據我所知是一個退休探長 他的涉及是道義上的問題 道義上的問題是怎樣 即是唐國先生 他當年來香港做生意 他們最早做的 是大家看報紙也做了一些化工原料 但你不要忘記 他化工原料是一種無水曹孫 大家上網看到 無水曹孫 是什麼情況之下 要用無水曹孫 所以他們賺的錢是很不乾淨 但這些都是沒有人說的 好了 他另外再進入房地產生意的時候 即是資本哪裡來呢 但當年台灣有外匯管制 當年台灣有一個大的商家 即是台灣的小家 即是要走錢出來 走出來離開台灣的錢 因為台灣經常說反攻大陸 兩合又不安全 聽了幾千萬就給了這個人 由他在香港參與公司 就做房地產生意 當他公司有份 因為我們以前在中國 就很習慣 一些人做生意 大家都找一把口就算了 即是不是說很詳細 又定入銅 給了幾千萬 他就參與了他香港公司的地產公司 到後期這筆錢一直累積 應該是很龐大的 那麼多年都沒有計算過 在內部中給了些少許紅錢 到這個台灣的富商 在台灣的時候有病 在離樓之前 就交代他的兒子 即是有一筆錢在香港 是這個小糖果小姐的先生 錢來的 現在你就打電話給香港 在醫院打電話來香港 找這個黃某人 黃某人就承認 和他的兒子都通電話 你爹地那時有筆錢在那裡 多少錢 你過來算數給你就可以 你們放心 處理生後事 完了之後 台灣那方面的富商就過世了 他的公子就過來收錢 你跟他通電話 好了過來收 某軍反口不認 沒有見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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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起了江湖上的怨憤 就是 組織了一幫人 做了第一次的綁票 其實不是單純為此 當日就是由這件事搞出來的 所以就說 一個人他有多少個恩果有多少個性呢 就涉及很多那個 他自己的行為 另外就是 今晚的主題就是 我們在車窗裡提過 今天開麥克風 有些朋友問 為何這輪政府 為何請了這麼多的官員 出來做事做不到 好像整個社會都亂了 為何他們請了官員的時候 中國政府都不過濾 這個涉及 這個涉及就是 大家網友經常都說 現在中國政府是 中國共產黨當權 現在香港回歸了15年 但是在香港回歸15年 或者是前後 是沒有人正式去教過 共產黨思想是什麼呢 真的說真的 沒有什麼都有人知道的 共產黨思想的特色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我其實都很模糊的 做了這麼久 中國人都不太清楚 他那個模式 只是知道 大家都會有一種 好像避 雖然是這麼近 但是大家會避 比如說 現在你說國民教育 講什麼教育 這個無所謂的 中國人 香港人其實最愛國 全世界 你看到很少中國大陸 有水災天災人禍 很少人捐錢 他們捐錢都是 政府叫單位捐的 民間很少捐錢做善事 他們當做生意 等於香港有些人 說我回去和中國建一間大學 他們建完之後 他就拿了地皮 那個大學校長哭 有間大學校長對著我哭 其實香港人 共產黨為什麼他知道 香港人這麼愛國 他都要用這麼強硬的手段 要用這麼不乾淨的手法 就是大家沒有研究過 共產黨思想 是什麼叫共產黨思想 有什麼不同 這個很重要 學校沒有教 有很多人搞政治家 有很多人在吹水 有很多人做議員 有很多人做香港的評論家 他沒有說什麼 共產黨思想的特色是什麼 有什麼不同 如果表面上 經常都說是馬克思主義 但是我們知道 中國的共產黨 絕對不是這回事 所以就說 最近有個網友 貼了一套電影 他都看得不錯 是一套電影 是一套 《盲山》 電影貼上走色塞區 大家可以去看 那套電影 他就不是介紹共產黨思想 一會兒我補充 什麼叫共產黨思想 白色是什麼 但那套《盲山》 是說是很小的國情 但都很坎坷的 那套電影 但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有個網友還說 郭先生難怪要在山區農村 做這麼多文明的工作 我們真的力少 是吧 也都中國地方太大了 中國政府都做的 現在中央政府不是說不做的 人太多 你很荒蕪 而且人真的 他都文盲 你送些書來 他都不懂得看 我們唯有在小朋友的教育上做起 希望未來那一代開始好 這一代的都算收工 但你看到《盲山》 那是冰山一角 還有一套電影叫《盲井》 是說那些抗動的 開抗工人的事 那裏是冰山一角 最珍視的很悲慘的 以前根據中國的法律 如果開抗小朋友死了的話 抗動有事 賠償給家屬是二十多萬的 早十幾年前都有的 人命 因為在一個礦坑出事 是小孩子的話 那些童工 變成了一條例 可以有人去找人去拐帶小孩子來 或者收留那些孤兒子 在街上收起來養他 十二三歲 養他三兩年就叫做同工 做同工就騙現縮 騙這些付出金 讓他在抗動中 就弄死他 譬如說一百多人 你看他拿多少錢 上下一條龍 所以我們的社會 是非常坎坷的 為什麼我上次對毛澤東這麼沒有禮貌呢 他也叫做一個新中國的創辦人 就是他帶來共產黨思想的教育 再經過毛澤東本人是穿了魔的 他這個人在圖書館出身 他看了很多書 但是他在中國來說 是變成一個文字魔的 他喜歡玩文字 找到促神入化的 一個海瑞罷官就開始殺人了 好了這裡補充 就說如果你想真的了解 共產黨的祖師爺 那套思想是什麼 大家有機會去上網看那套 列寧在一百一九 這套電影 1939年拍的這套電影 是很清晰的 你知道什麼叫共產黨思想 其中有一句 如果你是好人和一個很慈善的人的話 你不要和共產黨做朋友 千萬不要埋對 要不然你會死以非命 為什麼呢 在共產黨的思想理論 他說這個人這麼有慈善的人 有朝一日他會幫我們的敵人 這樣說的嘛 當年你看回聶寧的講話 你的人有同情心 到有朝一日 我們為了共產黨員 要搞鬥爭 搞自己的王國 或者搞自己的理想 或者搞國際共產黨 這個目標前進的時間 如果你有同情心 如果你看不過眼 我們那種鬥爭手段 或者殘酷手段 敵我鬥爭的手段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時間 你就會同情對手 變成要連你殺了 所以你有良心的人 或者慈善心的人 你不可以和共產黨交朋友 如果他一天的黨性未除 他的共產黨思想 還不去改變的話 所以我沒有朋友就是這樣 那種原因 我不可以 我回到中國 我是中國人 我有個中國心 我不是支持共產黨 你誰做皇帝統治中國 我都要做的 我是中華兒女一份子 是不是 我不可以說 我把資源拿去非洲 拿去另一個國家 我都是有自己的祖先 我當然不可以說 翻光燈籠 趙雨不接近 有些人很奇怪 他出去外面 他對朋友 社交媒體 他很闊老的 他對家人很刻薄 是不是 但是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你國民黨當家也好 你現在清朝皇帝當家也好 你共產黨當家也好 你共產黨當家也好 我們都支持我們國家 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心 這個心 其實共產黨看清楚就看到的 一個華東水災 每一次四川大地震 每一次中國的天災人禍 香港人籌錢是最多的 包括世界的華僑 都沒有香港人那麼多 他是會不珍惜的 他為什麼不珍惜呢 他就說這班人 這麼愛國 這麼有慈善心 這班有慈善心的人 有個朝一日 他發覺他們 不容忍到他們共產黨的不正常行為 你是他的敵人 所以他都要千方百計 他來怎麼制行你 或者怎麼用方法手段 去洗腦 去改變你的思維 除非你全部投降跪低 叫中國共產黨萬歲 所以我上一集說漏了個字 其實共產黨改招牌是很好的 要麼是大中華共產帝國 我說笑一個大字 如果再威風一點就好了 大共產中華帝國 假大空都有了 明實相符 這個招牌 夠了 夠了 下一節回來繼續 第三節回答問題 希望網友有些問題 打進來 希望各位網友盡快打電話進來 香港人網 音樂癖號 音樂癖號 香港人網 音樂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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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要表達的東西 不應該是純粹觀眾喜不喜歡 而是更加應該帶出他自己是HIPHOP路上的一些堅持和宗旨 音樂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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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是有來自Swing的Jerold 和我合作的 是他臨走之前的遺作和告別作來的 離開香港之前 他都很欣賞我 我都很欣賞他 在互相欣賞之下 我就給了機會他和我製作了這首歌 你覺得我太憤怒 我既信好過會有好報 我知道這個道理老土過好心有好報 我不需要退路 誓要將圍牆推倒 因為我信主流未來是由地下製造 就是這句歌詞 因為我覺得其實 很多獨立音樂地下音樂的人 是很有才華 和非常之有抱負的 如果香港的主流音樂 希望可以更進一步 希望可以再做好一點 希望可以再進步的時候 這班人正正是 現在主流樂壇需要的人才 和一些新血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 獨立音樂可以做得好 也是為什麼我會寫出這一句 因為我相信主流的未來 是由地下製造 流行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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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網 音樂地好 我是Master Mike 流行無罪 香港人網 敢講自好聽 郭博士答客問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節目時間 想問郭博士一件事 先回頭問一下 剛才郭博士提出了楊貴妃的問題 我們不多不少這麼深奧的問題 給一點點貼士 到底是用迷藥 灌迷湯 還是撲暈皇帝去 這個問題是被女士回答的 你們這麼聰明 你們都搞不定 怎麼走碼頭 給點貼士 楊貴妃後來有高力士幫他 那時候有個太監叫高力士 後期高力士很得寵 高力士不知道他是間接幫了楊貴妃一把 給他過了關 所以大家想這個故事 高力士不是有心幫他的 但是楊貴妃想到借了高力士 用一用幫他過了關 這個比較深奧 好 今晚說一點點 那個電話多少號啊 一會兒大家打電話來有問題 或者打上車廂問問題 我們講一講今晚為什麼容官當道 主題 為什麼香港請了那麼多容官呢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呢 這裡連帶我們講的管治技巧給大家聽 港英時間沒有那麼亂的 我們不要講香港啦 非要得罪人 又比較敏感 我當年在亞洲一個國家 我們跟一些高層的政要呢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bodyguard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武器 通常那些武器 一上機 子彈和槍分開放 因為如果你放在箱裡 機器升降會怕走火 我們機道又不隨身 把子彈一個地方放 槍下一個地方放 分開了 就不會走火了 但是當時我們一去到另一個國家 當地的大使館 就會來保護我們自己的bodyguard 但通常當地政府 都有俗稱的G4 在外圍一陣子 即是我們近身bodyguard 外圍就是當地的G4的人員 在另一個國家 另外呢 有一批特工隊 就是當地大使館 下命令 再來在外圍 有一層人 即是去到第三層人 大使館有一層人 在機場中層 指科外圍 一層人 另外還有一層人 是大使館都不知道的 我們也不會說說出來的 那層人是甚麼 那層人 我們也不知道的 但我們知道有一層人 在機場外面的 那層人是很麻煩的 為什麼會說這些 會說到管理的技巧呢 在外圍那層人 因為他們方便當家 他們那些迷你輕機啊 迷你脫身的武器啊 就算天熱 他們都要穿西裝 你不穿西裝 你就會遮不了你的武器 有一年 我們在亞洲的熱帶地方 有個工作人員 熱一下 把身體振動 就讓他們那個國家的機場特警 過去踢鬥 你不要動 我有武器 那我就跟他回警局 回警局 承認藏械上床 一上床就PG認罪 你叫甚麼名字啊 David 判監一兩年 他又沒有行使外交護照 甚麼都沒有 即是我們外面那層的保鏢 抓了一個 在隔道判了 坐牢兩年 槍械充公 好了 在他們當地的警察部 就結案了 抓了一個人 在機場床有槍械軍火 判了案 坐了兩年 槍械充公 那個犯人就在法庭 戒掉去監房 戒掉去監房 A監房 過了一個禮拜後 有輛車 政府的人 去A監房 提這個David出來 有個memo 提走一個犯人 調倉 就是調去另一個監房 那個A監房的頭 有人簽收名 簽收過人 簽了名 完了 完了 在A監房裡 就有個犯人被人戒掉了 調倉 他沒有責任的 走著手照 留在我底下 有一天 當日抓這個David的警察 在酒吧裡 見到David 他當時呆了 搞錯 但那個人上十天才判了監 坐牢 怎麼會撞到他呢 現在在酒吧裡 在撲走 叫同袍 裝鬼裝鬼 踢鬥 問他拿成件一拿出來 噢 Simon 不同名字 但他都一頭無水 撈完頭的人 真的沒理由這麼相似 這樣就說 這個是管治的技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會運用外交權力 或者政府的權力 在警察部一抓人 就會拿一個人出來 不讓他們上床 就說由頭整件事 床就照上 軍火就照給你充公 監獄就照坐 半小時 是沒有了那件事 這些就是管治技巧 現在香港不是的 少許事 還沒做到事 還在下區 還沒做到事 好像我們某軍現在說 搞一些劏房 這麼多區你不買 買到房子有土法 收樓的 有沒有這麼巧啊 弟弟 是不是 當年九十年代 買收租樓 起碼有兩分息 譬如你買一百萬的收租樓 有二十萬租收 有二十萬租收 他收一萬多元的舊樓 他隔開了是要收租的 好了 為什麼這些人的容官 我們上一集 我提過 大家打翻實聽一下 我們有先見之明 我這個人 你梁振英用他 你都沒有運行 我現在話口未完 他就真的用他 那應該就沒有運行 就是大口氣 一個人呢 你聰明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不誠實 所以以前我們經常 跟小朋友教的 誠實很重要 誠實真是罪惡的 做得出 是歷史來的 我需要跟你遮掩 譬如說我做陳茂波根 沒有事 一上場自己自爆 我老婆做包租的 收樓的 我們九十年代開始炒樓 專門買樓來投資收租的 買回來也有租藥的 全部房間儲定的 但現在我做發展局長 這些都應該要收拾他 現在開始收拾 我老婆都不做了 退了 自爆了 有些敏感問題 一早說的 他們的人 又要做聖人 他們很慘 他們不明白 你埋共產黨 假裝聖人 去拿個位子 你一定會死 因為他們不明白 共產黨 不需要你假裝聖人 所以你看到市場上 很多歪靈歪斜 古靈精怪 反口複蝕 歪靈門口 那些人 共產黨都會喜歡他 他就要這些人 因為他最重要 你什麼都無所謂 你忠心我就可以了 你好人他又怕 你忠實他又怕 你厲害他又怕 他全部不需要這些人 他什麼所謂 我霸了地盆回來 你們沒有飯吃你們的事 你們沒有機會看到 你不信呢 如果你有機會 或者有人看到 中聯辦的人怎麼吃飯 那些共產黨 中資機構吃飯 怎樣的款 你拍到出來 你會好笑的 什麼款 他不是以前那些 山寨那些 打家劫社回來之後 分贓 發理財財 開了大月 拿著杯盆狼席 抱著女兒 簡直是那些 土匪的聚餐一樣 你不要看他穿西洋 打一條胎 不是那一回事 那些人 你看到現在 那天 有一個 新華社的副主任 出來說 什麼推銷國民教育 姓黃 黃志明 黃志明 黃志啥 你叫做收工 大哥 香港的 講廣東話 你都找個四平八穿的廣東話出來說話 中聯辦 我保你大 你不要拍衰我們國家丟架 找個臭屁 好像不淋漓 打瓦仔 說話 臭屁 我不知道他的學老話 福建話 一陪你一摩 是不是 沒有人才 香港 香港是廣東話的地方 廣東話應該做了中國國語言 是嗎 正式的項語 十幾個音 大佬 十幾個音 找這樣的歪靈歪斜 做副主任出來說話 要失禮人 吊架 我經常都罵這群人 中間政府 都被他們那邊人騙的 你走來香港做工作 神父講廣東話都比你厲害 你派見什麼 拔嘴出來說話 混蛋 我不知道你說學老話 福建話 我兒子問他講什麼 我就是他講教育 你傻傻的 你那些人拔嘴 你那個中聯辦 就拆了他 拿回去深圳 就不要在這裡拍摔 全世界沒有的 他們自己搞自己 你又有國務院港澳辦 你那個中聯辦 你到底誰大誰小 我聽誰說 你看梁先生做到借了 上場有多久 借了 還不玩借 借不借 那些人問我 他問為什麼梁振英都借了 我問他當然是借 你對著這群人 沒有知識 沒有文化 沒有吉士的人 他們很慘 你凡是這些中聯辦公園 沒有人沒有人 沒有 沒有格式 沒有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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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味道 沒有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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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华共产帝国 一个招牌又可以用 另外一个就更加好用 作大一些 大共产中华帝国 名符其实这个国号叫假大空 大嘛 作大 共产是假的 因为你都不是行共产主义 中华帝国是空的 又没有皇帝 那就变成假大空的国家 大共产中华帝国 我说明正言上 你中叉又怎样搞得好 因为你搞丢架 你香港就丢了中国人架 你共产党 中央政府真的要跟你的 你不可以给这些下面的那些残神 左搅右搅 你搞到天路人怨 是不是 所以就说 大家讲起是好笑的 你现在怎样搞呢 那你那些管治文化 你又没有 是不是 那你现在来到香港 你搞一些这样的梁先生上场 你一些好的工作呢 你就用了共产党那套东西 好似卖约党那样 先点着当 他们全部搞错的 逢是一个地区首长落区 是最低账的手法来的 你有材料 我用什么去落区呢 你不见以前彭定康之前的港督落区呢 彭定康碰我们 碰你而已嘛 在这里做秀的嘛 你当他真的吗 以前任任的港督不落区的 一年两次落区 曝一曝光就不见人了 不让你见到的 就是名牌不会在电视上卖广告的嘛 你有没有见到名牌在电视上卖广告吗 你有没有见到名牌在电视上卖广告吗 不卖广告的 不会说你经常见报 经常上电视 见得多了 你的样子都生气了 你好都生气了 等于我郭先生 如果每天香港人都不开麦 肯定死了 不值钱的嘛 是不是 你讲了两句话就被人怨你了 压着个位置 是不是 所以他们做官不会做的嘛 你梁先生 你以为走去做秀 带着柴子 最惨的是找那些弃子佬做秀嘛 那你就死了嘛 正式的 例如梁先生很简单的嘛 有威信我封疆大臣 和中央政府拿个手召 究竟我是和国务院港澳门直系教授啊 平起平坐教授啊 因为和中联班教授 你要说清楚 那你说不关键大妻子 我怕大妻子要担担拉仔讲啊 你究竟谁是正庄啊 你都不清晰嘛 经常拆验仔在这儿 办了事情 香港政府搞教育的不出来讲 使你中联班讲吗 那个是香港的教育局讲的嘛 有什么话你传递给香港政府讲的嘛 他们搞错了的 他们不知道呢 你共产党你害到老板的样子 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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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出声就当你少说一句就当帮忙的嘛 现在那些人不是 以为走出去就有婚 还有他在身边的人死的嘛 你在身边的人没有威信的嘛 陪伴你一堆那班人去讲 那你一定死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否搞错 譬如你现在那些左批骸都死的 你一讲起话叫我按毛泽东 接着学生就起身斗你这个混蛋 拿着一本毛语下来 现在我学足毛主席的东西了 那你都收工的 中国人 你来香港搞这一套东西 一定是悲剧的 你共产党搞自己的名字 搞自己的名字 好了 再说一件事 让大家知道很简单的事实 但是牵连风波很大 就是那个管治手法 在哪一件呢 讲苏联 俄罗斯 我们早几年有个香港的力政署的专员 有个council 就走到澳门玩 就认识了俄罗斯妹 他就没有守江湖规矩 就叫俄罗斯妹不上班 以为大了 就赔了一个月 虽然后期他给了中线 但是俄罗斯妹没有请假 好了 后来他要跟他属身 就走了去海森威 帮女儿跟俄罗斯妹去港澳 带了100万现金港元 跟他属身 在那边死了 拿了他的命 喂 你在香港 你做律政署 政府官员 猝惑 在警察网的人都给你面子 你那个英国鬼就当自己真是这么威胁 抛羊过海去救美 跟人家去属身就收工了 买报纸买都行 英国政府呢 后来就追究了 透过外交部追究 一定要俄罗斯给我交代 最后好像在去年初期 俄罗斯透过外交部 给他指挥英国政府 有关这宗命案 我们拘捕了一个犯人 口供就给了 全部承认了 他做这宗案 杀死了这两个人 口供都在 现在给了副本 但我很不幸 他们上个星期 在监狱自杀了 以后你英国政府就不用问了 那你来什么学 他当然不会学你旺洋 让他拍到一张照片 又有脚尼地 大佬人家可以做得这么清楚 那一宗案子的笑话 是吗 人家信不信你的事 以后你不用再问了 死了 人家姓什么名 口供就招供了 整个筷子给英国政府 就关闭了那个案子 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作风 做事 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普京他们俄罗斯出来 甚少说话 一说的话 很厉害 不会说说这么多不耐用的东西 好啊 现在你的香港政客上了一场 只是自己出来解签 喂 用不用解那么多铺子啊 你以前投资买几间楼 买楼收租 不用打把 我买楼收租 以前通常买全世界香港的旧楼收租 间间都是间开几间房的 你又不是做什么装缸犯科的 他有个二房东收租的嘛 但因为为什么他会这么矛呢 他这么心怯呢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 提醒大家 如果某一天有人说 你收购旧楼收购旧楼 你要小心了 有可能有人一早知道 就说 这里将来政府会挖入发展区 他们就会提早给你买 就让政府收租的 这个是没有人阻止得到的了 这个社会的人那个 你想想 以前那张震远做的那个土法局 有没有卖料出去 这个你问他才知道 周时很多朋友说 无端端来收购 卖完之后没有多久呢 几个月后呢 政府就出了重建的命令了 那个是土地发展局 重建的发展局的 就是很巧的 那是不是有人 他们局长下面的人 洩漏消息出来呢 那些人走去买 先等你政府收楼呢 这个是很赚的嘛 赚好 因为你买回来很便宜的嘛 就是说这些当事呢 他们这些威威威呢 他们身有市 变成了他连当年 是买楼收租都不敢承认 如果你身没有市的 那我老婆是做收租买楼的嘛 过来买楼 我立正确 是吧 那还涉及有些做那些 看报纸啦 说他层楼人来收购二百多万 他落价百多万 在文件上呢 是难告一些的 文件上 因为你没有证人指证 他是动机嘛 除非他当年经手交易这件事 有人出来都背脊 说有人教唆他 要他特意呢 二百八十万楼价 他说为了要省离印 或者省了那个 纳税呢 而是这样 而且他的楼买了这么多年 他买都不用打税 哦 在税务上 他们搞错 他不是骗税 他可以说他是骗离印 骗离印 骗离印 骗离印也不回来买家市 都是买家给的 但是你不用打税 因为我投资了五六年了 现在那些楼收租买出 在税务上安排 不应该打税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们奇怪 为什么不放 你是会计师 如果你光明正大 去做一个投资公司 你不需要又搞BV卡公司 又搞讯贪又行 搞到很复杂的 那间公司内部 这个事实是我们有疑点 很大疑点 除非有些东西不见得光 或者有些东西被人知道 或者是怕痴上身 才这么做 你买那几间房子 就算我两夫妻名 成立有限公司 方便了税务安排 方便了处理 光明正大写证 是我两夫妻的 没有坏的 好像我和老婆都是 我的公司 我和太太名 我都不需要 要搞离港公司 你回到好间有限公司 然后就做代理人 除非你有所图谋 雷台有警告 不然你不会浪费这些无谓的钱 因为你买一间BV卡公司 是故随之外 搞来搞去 是很浪费的 不是 所以说这些人 就真的要跟进 最近有些人说 奥林匹克运动会 就比较 就是梁敦江奥运 就跟中国北京的比较 很多人都评估了 就是说中国花很多钱 花钱无所谓 他们花钱为何会无所谓呢 因为如果政府不花钱 就没有钱落袋 有钱大家找 你怎样可以判判呢 最好搞些就判判 这么多人手伸进去 这么多单位 每个分钱 分钱之后烟烧云散了 你看看现在中国北京剩下的那些 是为了奥运的建筑物 看见你真是掉眼淚 花这么多钱 现在搞到就在这儿养蚊 养蚊也有 像蓝人营那样 蓝人营那样 很坎坷的 就是说他们把自己中国的文化艺术 他当一个影城的报警版来做 但是为什么他不可以实际地用回去呢 他没有人想到这么长远的计划 每个人收完钱就走人了 这个就是共产党思想的其中一个特色 所以他做一件事就是看眼前利益 比如说他选举 他设计的游戏 我总之拿了够票 我不管用什么手段 监人邪道偷骗拐骗都好 我总之赢了够席位 我能控制到 就是我们这个选举工程的目标 他下这个命令 因为他不会怪他下面的人用手段 你中票什么都好 他们觉得他是聪明的 他回来还有庆功宴 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思想 他只是踏求到目的 目标为保护 你跟他说什么仁义道德 你的报纸佬说 传媒说 学者说 全部是废话 所以我看报纸 我也笑了 證明你香港的学者 你香港的普通市民 你香港的老师 你香港在做生意的人 你都不知道共产党的思想是什么 那你怎么跟他搞那套游戏呢 搞不通的 都沟通不了 是不是 你出场忽来 晃夜 Were说 左躁就躁 枇就想要 state 他 Completely 不理解你们的 你看那些 scout 那些马仔走出来 他们也让hab然老 我们位大的党 现在我们订了一个目标 这些任务 你要赢就好 不管你也是用什么方法 不管你 sulf 要是黑 要是白 要是黑 要是黑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都來 你死人塌樓 你這個是犧牲品 是滅要的 很慘的 大家看看很辛酸的 講一句真事 在六七年大暴動 有很多忠貞愛國愛黨的人士 擲菠蘿 搞罷工 搞工運 那六七大暴動死了很多人 據我自己知道 有些人報了失蹤 有些人現在兩餐都不計 但沒有人體貼他們 你看看有習維園立伯 用完的工具 所以他們是很悲良的事情 他們不會說這些是我們的戰友 是沒有的 他們各自打算 各自打算 好像你以前有個新華社社長 香港人來的 現在好像那些白禁信證 睡了醫院幾年 你直直無聞的 很淒涼的 因為他們說明你是為黨犧牲 你是為了螺絲釘 你是為了工具 所以你今時今日 如果你中央政府 你真的希望你作為一個 一個堂堂中華民國 或者我們中華民族的國家的主人 你要有些勵而廉恥 你要搞一些好的遊戲規矩 去試試正正 四平八穩去交代 你不可以說 我隨便建幾間高樓大廈 好像買幾個名牌手袋給個女兒穿 找個子女去外國讀書 懂得說兩句英文回來 代表國家成功 你不是說現在你把整個中國大地的資源 所有地下隕藏的資源 全部掘出來 將所有十億八億的農民的血汗 做一個世界工廠 你賺了錢擺在這裏 就算成功 這是一個很醜怪的事 第三段 你幫我打電話進來 謝謝 拜拜 嗨 你好 我是偶生明 事後環組 是源自身邊很多朋友說 2012年 很多這些的傳查 很多這些的擔心 或者擔心 是否應該擔心的事 之後就發覺 是否要趕快做你很想做的事呢 事後環組 做多一些早也未嚴重 心中的清單 每夜每次在數 要花多幾多心思去做到 事後環組 想說的 應該做 或者找到一個念頭 應該馬上去做 一樓歐生靈 都是這樣的 還有我還要加上 其實我相信 可能月曆多了 或者人生經驗多了 看市民 距離多了 我真的越來越發覺 如果這樣做 都要看著結果去做 反而是做不到的 還有有時候 反而你不看結果 在過程中 在這個目標 或者你追求的理想 或者夢想 目標裡面 你會 由很多 特意期內 或者你意料之外 會衍生出來的 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覺得這樣可能是更有趣 事後環組 重遇 至愛你會 會珍重 痛快再笑聲中跳舞 白天 白天 天方與地露 Just let it go 這句話 這句話 怎麼聽 就真是看你個人的性格 正如那杯水 是半杯滿 還是半杯餅 這個真是好看人的性格 我那個性格 當然 就叫你耳無反顧 當然 就不是叫你 算了 我從來都沒有一個灰的人 所以我那個 Just let it go 就是follow your heart 你應該勇敢地去面對你的心 告訴你你想怎樣 早點開始想信靠自己還好 早點開始早點會做到 早點開始早點抗衰老 早點開始早點會做到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我是偶新力 郭博士答客問 我去郭博士答客問 我去郭博士答客問 好 第三節開始 先請各位觀眾 歡迎你打電話來 2892-7889 來跟郭博士問問題 此外有些其他問題 有些網友都有問題 其中一個是想問一下郭博士 你的祝福文想來解釋一下 祝福文 我們網上那個走私財區 他有解釋很詳細的 整篇解釋就解不定了 因為那裡涉及很多宇宙的秘密 但是可以說一次可以強調 如果你依足我那篇祝福文的行詞 就是一個程式去做 是一個程式來的 一般人在生命之流 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很多都是斷古的 就是為什麼我在這個地方出生 為什麼我在那天出生 為什麼會在這個人做我父母 哪種力量影響我在這個地方出生 是這個真的很深奧 有電話進來 待會再說 回答進來就行了 請接電話進來 有電話進來就行了 喂 你講吧 阿博士你好 阿博士你好 我就是阿波 我30歲出頭的 近來有些說國民教育 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反感 包括我們都有點反感 但是這種反感 我想也不明白 為什麼我們會反感 是否以前被英國佬洗腦 也洗了我們腦在先 這個反感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個涉及他們的推銷手法 是 推銷手法是頑皮的 是 是 即是說你推銷手法 你不講真話就會反感 但其實對大家有一個理會 搞錯了 因為香港是一個共民靈社會 其實你們反對國民教育是錯的 我不是很贊成 我說是他寫的東西很壞 我沒有反對國民教育 是 如果你想他反效 那你叫他照做 是 那你好了 你在何教一套 我家裏是剩一套 你得人影響了那些 以前那個文化大革命 中國那個建國時候的三彎四反 土改 殺人無數 毛澤東那個殺幾千名 你拿回那些畫布出來給年輕人看 他洗不到你腦 是嗎 是 是 你害他回頭 其實如果你說 歡迎你國民教育 乾一何支 他一百萬跟他講數 那就照教 今天我教你整堆東西 明天我會播放六四文運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又再給你上課 那些年輕人 你怎麼騙得到他 是嗎 是 是不是這個最好的方法 是 不是這個最厲害的 其實他們搞這幫人 他不是真的幫中央政府做事 他們這幫人 去做一條計 出來 找一把口話搞國民教育 實際每個人分錢 是 是 你明白嗎 你知道 做一千多萬元 不知道那錢呢 然後成立很多旅行社 搞什麼外國法 回到中國走 搞什麼 那他当地的单位又有钱分的 因为他国家博不钱下来嘛 博不钱下来就做这个宣传教育工作嘛 他是用古老的推销手法嘛 每年中国政府就拿几百几亿来搞香港的教育 让人生回归了 那这班人有个不值了 那大家各出其谋去搞咯 又去联络云南啊 联络湖北啊 联络湖南啊 联络醒江山江西啊 看革命基地啊 跟着香港的左仔啊 就成立那些旅行社咯 你个人做不到的生意是不是 嗯 你又哪些外人做了生意呢 大个黄毓品他做到的旅行社 回去搞外民教育吗 他赚到的钱给你赚不到的嘛 他全部围来人 跟着又拿香港政府钱 又跟着在中国里面拿钱 中国里面的省市单位又有钱拿的嘛 嗯 整班人在那里呢 就是穿老板的围统的 嗯 他搞的都是假的 嗯 所以他是捉藏 嗯 如果你真的被他搞呢 你不用担心老子洗不了脑的 嗯 我们不是贵州农民山区嘛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他现在过来骗老板而已 嗯 串谋埋中联帮那班人 嗯 是吧 在那里分钱的嘛 他好像在香港做了很多工作嘛 哇 做了统战工作 你老母你统战几十年 嗯 连那些小孩都统战不了 嗯 是吧 一个华东水灾 香港人个个都捐钱 洗差你统战吗 是 我们中国人哪个没有爱国心啊 每一个人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是吧 共产党就不坏了 我要大家说清楚 嗯 中国有今天那么强盛 这个是事实来的 嗯 他的方法是不正常 这个是事实来的 好啊 只不过你共产党 因为他们那个体制不健康嘛 嗯 民主的目的就是说 打到那个暴政而已 打到那个皇帝就搞民主而已 现在中国没有皇帝 那打到谁呢 迟斗 好啊 你唯有你那个杀 你那个杀 你的权力要分行嘛 你整班盲目说 我们香港人大代表 代什么差呢 我都没有选过做我们代表的嘛 人大代表你没有投票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没有就是你不要教咯 那些教咯 你就说明走去做那些坏的骗人 那我们小朋友 都现在很熟熟的嘛 你怎么会被你共产党骗到呢 你就侮辱人智慧咯 你没有人智慧咯 人家就生气咯 是这么简单的反感 明白吗 你说反感就是他搞的东西出来 推销手法 每个分钱 我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想问 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想不明白 就是以前英国老年代呢 我们读书都是受了一些教育 那我们都没有得选 没有得选择的 那我们好像很服一些外国人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有一种心态 是怕鬼佬的呢 就是什么都服从鬼佬的呢 现在到回归了 就老土的那些大陆人 英国人 有少少这样的心态 英国人呢 他们那个精神呢 有很多事情 在现在世界都是领导潮流的 是 第一 这个是事实来的 因为你是服人家 第一他英国人的身世风度 是 是吧 就算他骗你进厕所 脱了一条褲子呢 你都觉得个人的嘛 是 他给个荷兰水盖 你走出来真是光明的 是 他整个酒会 你都舒服的嘛 去到 你现在走去那些 左仔的酒会 你去到呢 我们都不会去的嘛 是 是 穿件西装 就不滴个招牌 那你怎么办呢 那些是这样的 那些是不乖的 晚上只买个LOV手袋 又不买私物的嘛 嗯 除了三条底裤 又穿洞的 那你怎么办呢 嗯 是吧 所以你说 他整个 他整档东西呢 就以为我有两元钱 是 今时今日呢 那些贪工污里 就以为他自己挖洞有两元钱 香港的左仔呢 每个人在香港分装的嘛 嗯 排队 又做议员 又做什么委员会主席 有些是做的 那些大陆公演上司 董事啊 嗯 出卖 出卖政府的情报的嘛 嗯 在立法会行政那里 有很多情报 他们出卖 那就拿钱了 赚钱了 你看看范徐丽泰的乞丐这个八婆 嗯 他老爸吃什么都不知道的嘛 嗯 除大桶是吧 除你老母 哪里是除大桶呢 这东西呢 那东西呢 是吗 你真是猛壁壁 是吧 是吧 他执回来的嘛 是吧 他老爸以前 在上海那里卖纸的 杜月新的门新 你还想问什么 啊 博士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那现在 很多新移民下来 那我们 和他们都有一些磨擦的嘛 那你觉得有什么 你不应该有这个心哦 老实说 不 老实说 第一 那你不需要和他们沟通不来往 就行了 但是你要包容的哦 包容是 包容是 喂 那我们香港 香港都和平了几十年了 香港 49年没有解放 我们只是成长了 那中国大陆的同胞 在里面受苦那么多年 是 是吧 在一个极权的政府那里 错误的政策 犧牲了那么多年 今时今日 我们香港都要靠一帮 这样的自由行李香港 去支持他的经济 嗯 我们不是有少少 宽容的心呢 是 我们始终是同胞 明白 那他不懂 你就教他 但是香港有些事情 是他逼人的哦 你怎么这么简单 地铁没有厕所的 他带了个小孩来 他带小孩来 他带小便急着上来 那你怎么能够处理呢 嗯 他控制不了的嘛 是 你见过那些城市 是地铁没有厕所 没一条 在香港有的嘛 对不对 没有厕所的 大陆也有厕所嘛 地铁站 我们香港没有的嘛 是 是 所以这些残官呢 就很扑街的 他起地铁都搞留一招在那里害你的嘛 嗯 以前那些英国佬都挺毒的 是吧 是 我试过一次的 突然肚疼了 你这次糟糕了 你怎么搞 是吧 所以他英国佬很阴濕的 多谢你的电话 多谢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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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阿波的电话 接着郭博士 接回之前的话题 有关祝福文的问题 因为那个很深奥的 如果大家照做 我们不知为何来这里出生 不知为何会做中国人 不知为何父母 不知为何无端端 我都没有申请要这些兄弟姊妹 弄了一堆给我 就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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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人的东西真的好笑 这叫眼前黑暗 你一出生抹大眼 你是黑暗的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但我们好过一些地方 在香港 在中国大陆里面更惨 好过很多地方 应该是 所以有个网友 铺了一部盲山的电影 我就形容他 叫《红太阳照耀下的》 黑暗 中国是红太阳的 是 红太阳照耀下的黑暗 我们人真的是眼前黑暗 你不知的 你控制不了的 他控制不了之后 基于这个生命的秘密 那个密码组合 就形成了市场上 一些人利用 一些人希望改变命运 和你恐惧命运的未来 那些术素 尖怪算命 就有市场 因为每个人都想明天更好 但是你把握不了 但他不明白 全世界你什么学问 都不及你有智慧 就算你不读书 你没有学问 如果你有智慧 你日常生活 就学习到很多东西 真的不说 譬如我刚才说 我说买车 不用拿本钱出来 15元 买一架total noise 的烂车 立刻就去借钱 借8万 这个牌补 立刻借8万 那钱摘袋 就是说你没有智慧 你读书那些是知识 不是常识 不是经验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多次 在《走识才》 和大家的网友交流 我本身是纯粹实践经验 不是课本上知识 譬如说现在 你的评论员 我这些政评 加什么警察 加什么警察 你都不知道共产党怎么想 他的思想的系统 是什么特色 你都不知道 你都在估计 是吧 只有估字 那你就死了 所以你的世界现在混乱 就混乱到 好了 回来 究竟香港的未来应该如何 中国的未来应该如何 但它难在是怎么解法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威信的人 就算你现在胡锦涛先生 就来做了这一两年的主席 就算他早几年前 你中国九个常委 叫做终极的权力在那里 其实不是的 他有一些隐蔽的权力机构 他不放在台面 你那班是幕前的演员 他不是一个普通公民 邓小平在身 邓小平说 我是一个普通公民 普通公民 他的办公室主人都是上将来的 那你怎么办 因为他那些 蘇联过来的制度 是很古怪的 好了 你台前 一班人九个 表面说 排面有九个常委 就是政治局 但你胡锦涛先生 做一个好的政策 温家宝总理好一个政策 到开会数票 只有三票半 那你怎么办 都是掌握不了 现在他们说集体领导 即是没有人领导 阻挤你又挤你 你香港也是 你香港看到的 你现在香港还是一样的 你没有一个有威胁的人 他们的体制要改 你来香港也是一个 越民集就越没有人负责 刚才有些网友问 为什么梁振英特首 一上场之后 老得这么快呢 我真是保重他 因为我和他 没有私人恩怨 他不做也别人做的 社会重要 要有人领导 好了 有些人就说 那你都给些时间 梁振英 我们香港市民 有资格 给不给你时间 他自己可以发挥的 那时间他自己掌握的 哪一样先后哪一样次序 请什么人 用什么人选 他们很惨 他们不懂得用人 用人是一个最深奥的贺民 你用错人 摆错位 我上集说的 我们梁先生用这个人都没有运行 现在就没有运行 话口未完 他真的没有运行 现在你不知道怎么运行 好了 譬如你昨天 今天我们看新闻 做政务师的林女士 林郑女士 人家问他问题 六月 说六次都不回答 这个不是一个承担的态度 你回答什么就回答你 是不是 不用死 他们已经搞到进退失去 我说 现在你开了班上场 7月1日 你做过什么事 那你昨天上场 你这几天 你只是搞自己的事情 你没有看过香港的发展局的披码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时间去看 你看自己的事情 你就知道了 你几十万人工 你应该扣人工出来才对 你没有做到事情 你只是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写上自己整理公司 自己去找些资料 斗斗到十二点才 做新闻稿出来 这些壞事 是不是 你不是和香港人做事 你上场只是和自己做事 这个不公道 我们出钱给你的 就是他们不知丢架 是不是 所以他们很稠的 他们那些事情 香港是很简单的 以前我们提过的 但是没有人理我们 我们人微年轻 是不是 如果香港你不停止 那些大陆人口输入 香港死定了 就是每天三百个 首先你要学澳门 拿回入口的控制权 或者我是接受那个 优才的移民计划 如果你在中国娶个老婆 喂 我不是不让你回大陆移民 她回到团圆 你就回去大陆 你明知道那女孩在大陆 你回大陆 你回大陆团圆 你可以来香港住 但你没有居留权 你那个社会押科不起 你的医疗 教育 交通运输 土地的资源 还有你那个就业的劳工市场 你的人口一直来 是押科不起的 你连几万人 只是每天三百个都 他没有停过 他说这几百个人 你随便拿一帮人 起码一半 是制造了中国的公安贪污 他那些单程入口 一定要付钱 你不付钱 搞定 你不会批给你单程入口 香港 他大陆不批给你 你这个东西 你制造了中国公安 多条水来吃 多条水来吃 以前要十几万 二十万 搞一个人来香港 这些东西要停的 起码你都收回控制权 你梁先生有急事的 你首先要收回 停止大陆的每天的配合入口 一定要停的 你一定要停的 第二就是 你那个医院 一定要独立營运的 拆散医管局 你医管局有很多行政残神 你以前只有卫生署 我只是每间医院 你预算每年收多少个病人 多少钱经费 我说你病人的经费多少 我撥钱给你的 不够你再申请去拿 你欠很多资源 欠很多人手 他现在英国人留下 弄这些东西 你搞到顾问医生 不用工作 做行政工作 二十多三万一个月 还没计算过房屋津帖 这些机关一定要拆 要拆散医 比如说你学校 有些小孩子 老师都辛苦 出不了人才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做就很简单 六岁前不准读书 你只能读语言教学 例如你读英文 读法文 读德文 现在不要说六岁 六个月前已经读了 德国犯法的 在德国犯法 一个人的老细胞未成长 你给一些强制性的指导性教育 是犯法的 好了 你到七岁读小学 你就全日制造 早上读书 下午吃完饭 下午就全部做功课 回家不用做功课 多点时间玩 多点空间 现在不是的 你回家睡觉 要有机会做功课 整堆东西 你制造不了人才 整个教育制度是弄错了 好了 一到中三就要分流 读得书的就继续再读 读不到书的 你就读工专学校 有门手记 你学理发 学化妆 学美容 你都可以成才 学烹饪 学厨师 他有出路 现在你不分流 读到中六中秋出来 吊吊吊 站在街上做卖电话 做报警版 好了 现在的好日读完大学 还不错 只有那一堆东西都找不到 我们早年介绍过 朋友去工作 他都是 中学都读不成 又懒散 又乱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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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介绍地盘洞竹仔 即是搭棚他不懂搭 在底下洞竹 上去给人 因为都七百元 一日 帝子竹而已 我说你够胆 帝子的 你再爬上去 那不止 那当然不止 是吧 只是竹堆上去给人 都七百元 但他那些大学生 不会去的 他不知道 后来我叫朋友 有个儿子 你去 你去帝竹仔 我现在是很安全的 你如果怕死 就拦到安全带 人家一条 你就弄了两套 扣多几个欧 好了 如果你做到 你就不用自己下手下脚做 你又懂英文 又有些学问 然后很厚一点 把老闆给他看一看 那些书 然后你就自己做小判头 你有组织能力 就做几个搭棚工人 就去接生意了 现在屋宇署 就说大量要插钱 那些花籠 棚架 全部要插的 要用搭棚的 你一定有生意的 那你用你的 学到的知识 组织能力 就请别人来 做老闆 你现在就去学一下他 竹仔 都有七八元一天 但现在社会 社会轮盡了 有些人冷 还有什么问题 有的 有位网友 想问博士 这个铁铁铁铁 解释是否等于 这个经历再经历 还是有其他的意思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凡是Mantula 就是咒音是不能解释的 原来是不能解释的 不可以解释的 他解释的是欺骗你的 在市场上 解咒音 有些人把大悲咒 搞了百十多个神 那些更糟糕 他的威力 就是在于他不能解释的 纯粹就是言语本身的力 他的威力就是在于他的咒语 不能解释的 那种力就是不能解释的 不可以解释的 你的心灵已经被他 下了另一边 他不能解释的 但那个是 比较深奥的学问 你唸 你唸口网 就照唸 但你说你微小唸 就比较深奥 春夏秋冬四季 每个月的黑月白月 早 早 中午 晚上 加上你念个咒 想为什么目的去念这个咒的效果 有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念法 有些开声 有些不开声 有些金刚念 百多种念法 有些相应的念法 有些行法的念法 但这些你不是去行法 你自己修行就不需要知道 除非你去混由四海出去行法 例如我用咒術去医人 那些是不同的念法 但那些有前行的基本功夫 就不能立暖去念 你暖去念 你暖去念 但有些就要小心 譬如有些很特别的咒语 就是会伤害到其他生命 因为它的音波和青露不同 所以那种是 因为一个星波 现在在宇宙是很神秘的 在科学家去到光学那里 已经研究了很多层次出来 在星学来说 还是很陌生的 就是每一个星波的震荡 在这个大自然世界 和其他的物质 有什么分解作用呢 这个星波 他们科学家未知 所以大家不需要理会到那里了 你只要收心 就要默念咒语 就是最好的 耶稣也是一个深咒的 耶稣也有 有很少人知道 耶稣是一个大菩萨 他当年在北印度 在庙里学法 学了之后 所以耶稣失踪了十几年 是一个迷 我们不印度找回那些资料 他就是拿了佛教的知识 但是太深奥了 他拿回去 怕人们不明白 他就简单点 求你信我就行 他拿了信仰如家报的法 你求他信就可以了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 你信我上天堂 就简单 耶稣是我们佛门的菩萨 是佛教菩萨 还有什么问题 暂时就未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电话 未有电话进来 因为时间都剩下不多 剩下多少 剩下五分钟不够 那说一些很少的常识 就是说 在刚才说香港的前途 梁先生应该是想做的事的人 那大家如果说 对他评价太过负面 也不公道 因为我和他没有来往 也不懂 因为他不做 也要带别人做 但他做事得来 就说个人比较自负 他不知道政治 不是你的专业人士做得到的 那你又不请那些 有政治智慧的幕臣 如果他和肖先生做到朋友 叫肖若元怎么做 他几招就好了 是不是 这个政治舞台 人生如舞台 都要玩一些手法 他连如何制衡中央政府 他都不懂 那你会输的 你梁先生 你以为我一晚就买着你的左派势力 有些老人家说 我们出来传统左派 你传统左派大了吗 好像那个吴康文 这个老鬼 传统左派 阻挡你老母 你还没睡醒 有什么世界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你再扔多一次菠萝 我陪你扔 是不是 现在什么时代 现在资讯时代 有一世纪 中国都不玩 这些左派游戏 其实中国政府想好 你不要搞错 如果中央政府 不看到世界潮流 他都不想拆台 中央政府看到世界潮流 他一直希望改革 但你那个社会的包袱太大 你那帮党员 你那帮党员 你又不穿路势 你香港那帮左仔 都真是玩路势的 都是一样 你每个省市 各个猪猴国居 那你很糟糕的 是吧 那你中央共产党 他都想好 但你没有办法 现在你就说 喂 你香港也不合作 对不对 你各地的猪猴 各地的 各地的 青黄的 你真的 大家都知道 他的政策下不了民间的 下不了的 所以就说 大家要给多些意见 就是年轻人 不用怕我国民教育的 他搞成都死的 因为资讯那么发达 你一搞完 他就给那些东西看 全部就反弹 他越搞就越坏的 所以大家不用理他们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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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